一开头就指控号称抖音男神的耀乐涉嫌骗钱 只称朋友和他用IG约好要约会 事后却收钱虚连 在耀乐开记者会之前就网路发文 今年21岁的耀乐曾以艺名出道 在不压影片外流后休学 连同IG的内容也全删光 后来改回本名再出发 抖音的粉丝也有30多万人追踪 这次爆发于艺人严亚伦的事件之后 没有想到记者会前就有匿名发文 主要爆料耀乐过去的事情 发文者指控2022年耀乐在IG上跟朋友聊天 后来双方决定见面约会并支付费用 之后来出现状况 控诉的人提供对话截图 表示双方约定约会六次支付五万四千元 第一次两人碰面之后就支付全额 但后来多次传讯息耀乐却没有回应 剩下的五次约会都没完成 耀乐经常在抖音分享影片 吸引不少人关注 这次指控严亚伦头牌不亚影片还外流 甚至遭到恐吓 没有想到如今又被人爆出涉嫌交友诈才 但截稿前尚未取得本人回应 只是事情也引发网友讨论 有人认为应该一码归一码 也有人提出质疑是否涉及不法行为 触犯是违法 若真的属失恐怕双方都要罚 TVB新闻总部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